我这两天加班加点工作 晚上是加班加点的开夜车 搞得我头昏脑胀的 大夫说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会容易导致大脑疲劳 我得赶紧求教一下大夫 大夫我头疼怎么办 别着急 我来教您一套自我保健的按摩方法 这一套保健法可以分五步 第一步用食指的指尖 从前发际向后做梳头的动作 到后发际 做的时候可以觉得头部有微胀的感觉 微胀的感觉 做二十次 食指梳头 食指梳头 你手上要加点力度 可以加一点力度 第二个用拇指的指斧点太阳穴 太阳穴就是眼外侧凹险 太阳穴我觉得最好找了 对平常大家都会点的 力度可以大一点 轻重由自己掌握 点按二十次 点上去也是酸酸的感觉 第三步 用掌心上下搓擦耳部 搓的耳朵有一点发热 也是做二十次 耳朵红了 第四步点按风驰穴 风驰穴就在枕后高骨的下凹陷这个位置 也是用拇指的指斧来点按 我试试看 压上去 有一点酸酸的 有一点点酸 对 点到穴位的感觉都应该是酸胀而不应该是疼痛 这个也是点按二十次 下面还有一个穴位 核骨穴 就是咱们常说的虎口 虎口 中医的理论 核骨穴的经过 经过头部 点按远端的穴位可以缓解 头部的疼痛 那我如果风驰穴不好找 我就光按手上这个比较好找 行吗 两个都应该做 学义不可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第五步 用食指的指尖 扣肌 头顶部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手腕一定要放松 像弹钢琴一样 痛点可以多敲一敲 它必须手腕要放松 那得先把手腕链放松了 然后再开始敲头部 这种感觉真的是 敲一敲 觉得头部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最好是 做这个时候 能够在户外 呼吸上新鲜的空气 然后再配上大夫 教给你的这五大步骤 相信你会跟我一样 头顶稍微的有点缓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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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